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JYP电台 今天会和大家一起追踪香港的娱乐新闻 在看之前 记得按订阅和按钟仔 就不会错过精彩的片段了 首先讲讲MIRROR最近 他们都已经开始了他们最新要复出 也有出新的歌曲 而MIRROR在7月底举行的洪馆演唱会发生了意外 其中一位舞者李启言 因为被从天而降的巨幕LED灯的巨幕窄中 因此他因为严重受伤而送院去治理 留意至今已经是两个月了 而他的情况一开始就是带了 可能是氧气 然后颈部又要固定 这样的情况 身体不能动弹 不能动 影响到他的神经线 而在12号就是今天的时间 就是MO的生日 一群舞者的朋友知道 大家都很想念MO 并且安排了一个场地 让大家抒发对MO的想念和祝福 而MIRROR成员分分有转发 而同时MIRROR成员 陈卓妍也很低调地到场留言 他就身穿白色的T恤 和戴Cat帽子到了现场 也在场地内写上祝福 就已经离开了 他写就说 跳MO 足早日康复 来一个 急不及待的佣抱 他就代表着自己对MO的祝福 其实在最近发生的事情当中 其实我们也知道 MO最近也有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他的颈裤终于拆除了 可能他的头部可以自己承受力量 所以其实是一件好事 对于这件事情 也是感恩的 虽然受重伤 但看上去他今次所治疗的情况 或者是有好转的情况 是值得令人高兴的 当中也是MO的父母 也认识了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就由加拿大赶回来香港 为自己的儿子打点 并且照顾他 当中也有说过MO的近况 这两个月一直接受一些密集式治疗 情况终于有好转 更加开心的就是他在生日前 擦脱颈裤 这个可以令头去看窗外的景色 这个是很大的鼓舞 最重要是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这也是值得令人鼓舞的事 同时因为12日 即今天是MO28岁的生日 所以有不少的人都到场去写上一些祝福 看到一个小时长大跳舞的片段 或者一些珍藏品 去说回MO的 有不少的有心人 也都在场地未开门之前 已经排队 下售两点长正式开放之后 他们就留下对MO的祝福 有些就会领取一些 由舞者朋友安排的远毛贴纸 就可以离开了 同时也有一些前往 去留一些Message给MO的人 他们都说 其实在未发生意外的时候 已经有留意MO的了 他觉得相关的单位 应该要尽快地交代清楚 到底为什么LED灯会掉下来呢 是因为哪个部份出现了问题 他也很想知道 究竟调查结果是什么 但是明白 有可能不可以说太多 但是他们也想知道有一个答案 同时我也觉得 因为真的很荒谬 突然间掉了LED灯下来 所以我自己觉得 是希望整件事情可以尽快 有一个好的解释 另外说回其他的香港艺人 就是张继聪 张继聪事隔多年再搞演唱会 不过今次看来 未必可以搞成了 因为原本打算在今个月15号 在这个麥花神场馆 去举行他的演唱会 就叫做Welcome to Route 37 这个演唱会 就是张继聪的粉丝都非常期待 但是可惜张继聪在11号的时候 确诊新冠肺炎 因此他需要按照防疫规定去接受隔离 所以就忍痛取消了一个演唱会 而这个演唱会的主办单位也宣布 15号的演唱会将会取消 因为歌手张继聪就确诊新冠病毒 就是COVID 另外就会尽快安排 传媒制作单位也会在Facebook公布 相关对于购买了票去看的观众 他们到底怎样的情况 或者是他们退票 或者怎样的情况 就应该要留意他们的Facebook page 也有舞台的负责人 表示现阶段其实未想年期 会增加多少开支 但是只是想要尽快通知一些购买受到影响的 购买了一些门票 而受到影响的一个观众 他们都会尽量和场馆去沟通 而张继聪也透过传媒去回复 他就说现在其实病症也是轻微有点发烧的 其实已经通报了相关的部门 也做一个自我隔离的情况 希望张继聪可以早点康复 因为始终他家里是有小朋友 一子一女 可能他旁边就要更加小心 就不要影响到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陈奕迅的演唱会 Fear and Dreams 演唱会 他就是上星期购买票的 但是也很多人去购买票 这个我真的想不到 因为虽然我以前是挺喜欢Ethan 但最近我自己 大家都明白 可能他比较喜欢在内地赚钱 另外就是他现在的歌 始终他声音没有以前那么好听 我自己觉得 拆了 可能有些人喜欢他的沧桑感 但是我自己觉得 去看他的演唱会 但是我自己觉得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也猜不到 因为他 同时他的网站 也猜不到他有这么多人去购买票 令到他塞到网站 差不多死机 到晚上11点才开始回复平静 另外也看到他一共是14000张票 其实也是一样 五成的票是公开发售 同时也是抢票 也挺热闹的 另外这次也加了四场 也有一些粉丝去抢票 对于Ethan开演唱会这件事 其实已经时间 也有一段时间 一直都以为他在这个 香港的名声很喜欢 就是在内地赚钱 但又回到香港开演唱会 最好笑的是 也会有些人去买他的票 我自己可能就不会去买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 他 叫做什么 你既然找得人仔 就没必要在香港开演唱会 另外 其实你也可以在内地开演唱会 这样 但是同时 我自己觉得 有一方面 对于Ethan的粉丝 因为我自己觉得 可能他们的粉丝 不是每个人都说 真的很年轻 有些其实 三四十岁 可能 三四十岁的人 都很喜欢Ethan 他们可能 都会去买票 或者去看Ethan的演唱会 畢竟他真的很久没有开演唱会 加上疫情之后 其实 由2019年到现在 有很多演唱会都被cancel了 所以香港人有一种 叫做有演唱会我就去看 就是 看了太久了 就是我得太久了 那些人 所以其实 有演唱会 不拘捕了 就去看 其实看电影也相似的 看电影 就是因为太久没有电影了 就是叫做 太久没有一些电影上画 在这个疫情之后一直 有一些电影院停下停下 然后UA又收拾了 就是你会看到 其实是太久没有这些 演唱会 又或者是电影 这些娱乐 就是一共很多人一起参加的娱乐 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其实最近开放 或者是没有那么戒怀 这个covid之后 就开始疯狂 那些人都疯狂 参加疯狂去看不同的show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 譬如说可能 疫情过了之后 又疯狂去唱k等等 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个like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订阅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精彩片段 记得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 那里follow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